刚刚我们看到阿兵哥们一场37年来梦想的感动 接着我们继续带你来看隶属金门县的乌丘乡 是目前台湾唯一还在戒严的行政区域 不但一般老百姓不得进出 而且乌丘距离台湾很远 搭乘军舰也还要8个小时 但相对的乌丘却距离中国很近 搭小渔船到梅州岛不到两个钟头 这么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地理位置 使得乌丘岛几乎和外界隔绝 不过现在岛上的居民他们有不同的诉求 他们说金门都可以小三通 希望乌丘也可以比照办理 全台湾319个乡镇 其中有一个叫做乌丘 到现在还收到军事管制 不能自由进出 因为有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的部分 我不太方便来说明 前往乌丘的军舰 十天才有一班 如果说把工作控下来 这个景气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常常请十天假的话 有困难 带管乌丘的金门半世纪以来 都没有船班往来 金门跟乌丘很远啊 主要是它有70几个海里的距离嘛 被遗忘的乌丘人 他们不希望乌丘开放吗 我们也希望能够幸福能够 跟我们小三通最好 希望政府能够开放是最好的 让大家可以自由地进出 在海边捡食淡菜的高金凤 在乌丘住了73年 这些海产最多就是填饱每天的肚子 抓不住了 现在渔船太多距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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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地方卖啊 没有地方卖啊 对啊 为什么没地方卖啊 现在苹果都在台湾买菜回来啊 我们这里的鱼就不需要了 它就在台湾卖了 以前常常有大陆域民越界垫鱼 炸鱼 导致后来渔业资源枯竭 让乌丘岛民的生计越来越艰苦 最能够改善的就是要让老百姓 怎么能生活的下去 那问题是这边现在都完全没有收入啊 民国43年开始 乌丘乡就由新门县政府代管 但是金门和乌丘之间 并没有交通船往来 或者任何密切的交流 我们的航线 航线是跟大陆之间的这种 不论是海域的航线跟空域的航线 都必须在两方所认定的范围 也不可能说我这边直接 就直接的这个开到乌丘 它必须有一定的航线 停长了日常补给和交通 乌丘居民都必须仰赖十天一班 从台中港出发的军舰 交通可以说相当的不方便 让许多在台湾工作的乌丘人 可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 可是对乌丘人黄瑞玲来说 除了过年之外 如果家乡有选举的话 他一定会想办法跟公司请十天假 回家一趟 让黄瑞玲觉得悲哀的是 每次回家乡选举 大家都会以为一定是拿了什么好处 他们都会跟我讲说 听说外岛一票五千 一票一万 我觉得听得很难过 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把我们 把我们也想得 我们是一个很纯洁 很纯朴的岛 为什么也把我们想得这样子 民国76年台湾宣布解言 金门 马祖早就解除战地政务 为什么乌丘到现在 还需要受到军事管制呢 因为有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的部分 我不太方便来说明 那我想这个应该很单纯 我想整个国家的一个机制 我想是非常的健全跟完整的 他认为一个事务的一个考量 应该都是很全班的 我想他有一定他的一个考量 所以才会派出兵力在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因为受到军管的限制 乌丘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机会 纷纷外流 留在岛上的老人家 就渐渐凋零 那因为牵扯到乌丘的一个发展 又跟国防部有很重要的关系 那国防部这个机会又不是我们所能够去影响 那基本上我们也不够是内政部请我们来代为管理跟协助 乌丘岛民大部分都来自对岸的福建梅州岛 两个地方往来只要两个多小时 民国38年以后 汉贼不两立的结果 乌丘从此就和梅州岛的亲人直尺天涯 又回去探亲一下 你看从乌丘搭船到台中 台中又要搭飞机到金门 金门又过小汉中坐船 然后还要坐车 到了那边还要坐船 再到梅州 绕到 几乎算起来要三天三夜了 高基凤的老家就在福建梅州岛 他无奈的说 天气好的时候 站在海边就看到梅州 但是老家只能看却回不去 高基凤他希望 如果乌丘也能小三通 岛上的生活和经济 一定会有所改善 有船可以开回去看看 这个比较方便一点 看看比如大陆游联来 我们可以做做小生意 2007年8月31号的时候 乌丘人就曾经发起百人登岛活动 诉求让乌丘解言 让政府重视乌丘的处境 乌丘像他如果今天 金方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定位 如果拿掉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 乌丘重新去思考 他如何去应用他的资源 他的天能条件 然后去做他们永续的发展 小小的乌丘其实分成大丘和小丘两个岛 过去大小丘之间的交通 只能靠着山板往来 现在大小丘之间 总算有一艘乌丘一号的交通船 可以使用了 以前这个问题很大 后来我们那个前县展 李珠峰县展 他有送我们一艘 那个乌丘一号 也是去年才回来这边的 现在交通问题已经改善很多 那突然之前没有的话 之前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雇用老百姓的小山板 就小船现在清清处处 非常不方便 当地人的小渔船 常常因为风浪过大 小船就容易受损 后来好不容易开始新建防坡堤 但是竟然只盖了一半 那现在就卡到就是说 一些机具啊那些都没有办法过来 所以产生如果说 没有它一定的金额 它也不来做 所以就一直卡在这里 乌丘以前因为缺乏水泥 木材和淡水 所以盖房子只能用海沙和海水 日子久了 房子崩解的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 你看 对对对就这个 这个就剥落了 对对对 这个已经都崩开了 这是干净吗 对这个就干净 干净 这么碎落 对对对 这个已经全部都松掉了 就感到头疼疼 结构已经松弛了 你看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这个都用木头夹起来 安全 对就是怕那个石头掉下来 怕掉下来去砸到 你看现在屋顶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好分子住 就破破烂烂的乱七八糟的 所以就 交到了 那个了 生活呢 生活也没有啊 东西拿回来没有人买啊 没有人买啊 鱼啊 还是海鲜啊 还是植菜啊 拿回来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啊 让全东智不明白的是 都已经是小三通 大三通的时代了 政府还设法帮助台湾的水果 销售到大陆 那么 为什么乌秋就没有人帮忙呢 乌秋本来应该就 就三通啊 那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 现在居住在乌秋的居民 只有三四十位 游在岛上的都是老人家 或者在只有五个职缺的 相公所工作的居民 蔡元水 已经在乌秋居住了77年 这家杂货店 它就开了40年 现在生意起码 现在当个职业的 现在一千人 人会赚三千块 现在人会赚一千块 因为人比较少 人越来越少 人越来越少 那生意就越来越难做了 难做也要做 多少也做就贴 无休我看电话看得最久了 你那个最久了 20岁到65 20岁到65 45年 看了45年 看了45年了 只是说你65了就退了 65年 蔡元水在乌秋 一辈子都在看守灯塔 即使到台湾探望儿孙 心里念念不忘的 还是乌秋灯塔 我们在乌秋就喜欢看乌秋灯塔 我去台湾能够回来 从在香港 乌秋灯塔了 我老家看到了 和他老家的很高兴 虽然乌秋很小 居民很少 离中国很近 离台湾很远 可是这里 还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土 乌秋岛上一句鲜明的标语 永保乌秋 这永远是三民主义统立中国的年代吗 徒大人 让我们导致 并不厉害